在与制片厂的谈判破裂后 好莱坞演员工会的谈判代表一致建议发起罢工 这位演员们可能在7月13日加入作家罢工队列 并扰乱大量电视节目和电影的制作创造可能 好莱坞最大的工会表示 其全国委员会将在星期四上午就罢工令进行投票 如果获得批准 好莱坞制片厂将面临63年来首次双重停工 并被迫停止在全美的制作工作 该工会和美国编剧工会都要求在流媒体电视时代 增加基本薪酬和分红 并确保他们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工会主席曾主演家庭保姆的弗兰德雷社表示 制片厂对演员们的关切回应令人侮辱和不尊重 代表网菲华特迪士尼公司和其他公司进行谈判的 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表示 对于决定放弃谈判 我们感到非常失望 该组织表示 他们提供了历史性的薪酬和分红增加 以及保护演员数字形象的开创性AI提案 演员担心他们的数字形象 将在未经允许获得到适当补偿的情况下被使用 大约有11500名编剧的罢工 已经导致深夜脱口秀节目不断重播 打乱了秋季电视剧的大部分制作工作 并停止了大型电影的制作 自1960年以来 好莱坞还未曾面临过两个同时罢工的情况 当时美国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的成员 都因为有关电影卖给电视网的分红问题而罢工 广播网络已经宣布秋季时间表中 充满了与当前劳死紧张局势无关的真人秀节目 未受工会合同约束的独立制作仍然可以继续进行 失敞了 感谢观看